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等一下 快點 七爺 是 第二季的 你要找位置 趁得位置 對 對 和你的數字太快一樣 時間配合 好 這個號碼 你找位置 好的 好 你還在這裏 Lester 你教人炒外匯 對呀 人們學會炒外匯後 就可以發達了 正所謂救人一命 勝過七級浮台 對呀 我救了人一命 我做甚麼 我做甚麼 對吧 你的節目呢 就像小眼 就是一日公一日自 但這個機會是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是甚麼 0%不可能發生的 有空找我喝茶 好 拜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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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至五 下週十二點至一點 一個震驚十三億人口 全城之正 可以不看 但一定要聽的財經節目 談古論經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談古論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drian 在我身邊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宇宙金雄研究部主管 白賴人 白Sir 你好 今天我們很少人 是的 是的 我們Vivian 就有其他重要的事務去做 那 巨禽呢 病了 有些不舒服 不過 大家都要小心 你最近 一落雨落得很厲害 是的 基本上 我在九龍區 然後晚上 可以下不停 是的 我也是住這一區 天氣最近 真的 很厲害 所以大家 要準備雨具 準備衣服 因為香港 有人 有些朋友投訴 來到香港 他們說 你去香港為什麼 這個冷氣好像不用錢 是的 因為冷氣熱 熱就會被人投訴 是不會被人投訴的 是的 是的 好 我們很快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的大市 今天都會升 是嗎 是的 看到今天恆生指數方面 就在28,340點的位置 都算好 又可以升 是的 不過沒有昨天升得那麼多 昨天就升了接近600點 什麼逆因子 什麼週期 對不起 是的 那個 是的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 誰沽空誰拉去 是的 好 看到今天開市 都是 有個升幅在這裡 雖然有個回落 開市就28,271點 最高就是28,579點 現時就在報28,340點 今天看到成交額 半天來講 都有550億 對今天的大市和成交額 白賴人你有什麼看法呢 是 平時問巨傾 是的 今天巨傾 不在這裡 其實大家都沒有說 什麼方向 所以我也 因為你看到 會說報章的一些 都沒有什麼好 一個方向是 講哪一種的 會說的都是民生市 會說是G1 所以你說 是不是對大市 很有方向 我看不到 還有大家其實都在期望 會說中國會出手 國家隊會救市 因為現在這幾天都會說 國家隊入市 所以就會說 再抽下去 會說一直偷上 是想打低那些沽空的人 你說這些東西 我們在香港這邊 我們收到的消息 已經是第3 甚至第4次 所以只可以說 跟著的市就 大家都是 好 很快跟大家跟進完大市之後 聽到剛剛 白賴人你說 朱溫事件 這件事其實在前陣子 發酵得很厲害 之前都幾次 節目前應該 我第一次見到 在遼寧瀋陽那邊 有時候我在想 大件事 怎樣大件事呢 因為 會 在一個 因為 通常是瘟疫 會發的源頭 都應該會 在一些 比較嫌疑的地方 例如 我當是一些 會 是 江南地方 南京再下 那些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 會 一些疫症的源頭 但是 會 是在 東北省 而出現了 這件事 然後 我就在想 糟了 是不是 其他地方傳入 之後 那些報道 都 我一開始都以為 是陰謀論 但是 之後 那些報道 原來是 俄羅斯的病豬 運了過來 哦 之後 就開始發病 但是 最糟糕的 其實 不是說 是 沿了進來 但是最糟糕的是 蓋了一件事 第一 第二件事 就是 已經有傳聞 說 有些人 將一些 本身殺了 埋了的豬 拿出來 再燙 這麼糟糕啊 其實這件事 都不是 什麼新聞 因為一向都有 因為 你說 病豬死豬 再拿出來 再reuse 其實都很噁心 但是 已經是 嘗試 但是這次真的是 瘟疫 而且這隻病毒 是 雪藏還未死 是的 其實真的很大件事 然後 也有一件事 都 有點害怕的 就是說 在東北省 有些韓國人 去旅行 然後 買些食物回來 買些食物 什麼豬血糕 豬腸 買些 製成品的食物 回去韓國 之後 他就 突然想 是否 是否不應該帶回來 他拿去交給檢疫部門 去檢疫 即是主動申報 我帶這些東西回來 你不如幫我檢驗一下 最恐怖的是 結果是怎樣 有豬瘟的基因在那裡 換句話說 已經有人 會這樣做這個動作 即是做一些加工的食品 甚至是 已經煮好了出來 即是說 所以 相信這樣再走下去 就去廣東 就有問題 所以大家要 小心飲食 因為 始終我們是一個 很大的 實驗場來的 中國 本身一些 全部都不可以傳 傳不到人的病 亦都可以傳到人 最後 所以 會不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不知 我 希望我的音樂論不準 我知道 白賴仁你對 這個 朱溫事件 和中美貿易戰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又是 當我吹水 會不會有一個大規模殺豬的時候 是可以令到 貿易戰有一個藉口去解決 為甚麼呢 為甚麼殺豬和貿易戰 其實同一時間 我們最主要的肉食 是雞和豬肉 牛肉都還沒有好 最普及的 但是 會說 如果真的要殺的話 應該是連雞都會殺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會說養的地方都會接近 然後反過來 去到美國那邊 其實 是他們的肉類 會說的 庫存量已經去到歷史新高 即是說 他們的生產線會繼續 不能說不養 但是 他們殺完之後 放在雪櫃 但是問題就是 越來越處得多 雪櫃就無限大 是的 中國也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大的 一個 會不會是這個契機 令到貿易戰解決呢 不知道 這個事情 看看事實如何走 嗯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分析 其實這個 應該好像沒有太多人說過 是的 不過我一開始都說過 是豬群這件事 不是那麼簡單 都發生了 希望這件事說錯了 好啊 到時候真的很大禍 好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些 香港的新聞 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看電腦圖 金管局 在這個 再度入市 入了27.95億的港元 令到 這個整體的 這個銀行 結餘 去到 841億 咦 來加息又近一些 是啊 其實再看一些數據 只是這個月 金管局 已經有七次的入市 至這個 4月12日以來 已經是第26度 去接這個 港元的沽盤 累積承接了已經有956億 已經是 接那個 港幣 比現在的結餘 到底這個 會不會是一個什麼啟示 準備加息 準備加息 如果準備加息 對整個港股 或者整個大市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最大件事 應該不是港股 是樓市 樓市 因為你呢 其實 你說加息 就不是什麼很大件事 但是 是一個信號 就說 公樓負擔會重弱 公樓的負擔 對 這個就是 第一個的影響 但是 伸延到的 不是說 會 其實有些 很有實力的買家 他是 一炮現金 全部賣光 沒有感覺 對不對 但不是個個那麼有 不是個個那麼多 富二代 大家都是公的嘛 會說 有些是 會說 七成按揭 OK的 有防守衛的 但是七成以上怎麼辦呢 七成八成九成 十成有些 就是有些 會說 大概 四年多前 就是 會 有一個 我有一個朋友 他畫的樓盤 他畫的樓盤 那時候 氣稱叫劏房之城 劏房之城 是的 是 他們開始了 是一個 二按 你 5% 就可以上車 因為 銀行 先給七成 然後另外 那兩成幾 私人貸款給你 這個叫 私人貸款 明白 他說 他是先搞了 那個案件 然後 再幫你搞 這個貸款 差不多 真的會呼吸 這些叫 呼吸pan 他們叫 因為你能夠呼吸 上車 其實 會說 大問題就是 呼吸也有限期 這個私人貸款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四年 或者五年到期 第一批 會說 呼吸 的人 應該準備開始 轉按 當然 轉按 會說 樓市升的時候 當然是 幸福問題 我原來升了四成的樓 然後再按七成出去 沒問題 完全完美 完美接了下去 還要享受升幅 這是好事 但反過來 樓市不動 樓市跌 怎麼辦 那時候 你真的看壓力測試 你過不過多關 五個關 八樓 但這個事情 就沒有辦法發生 因為 剛才第一歲 湯漢之城的時候 我相信樓市升幅 真的夠 掌握了這條數 所以他們是這班大贏家 你想想 先是 本身我借了九成半的樓 又升了值 之後轉回七成去供 然後 然後我發覺 還有錢賺 有 當然有 帶過問題 之後怎麼辦 下班人怎麼辦 壓力測試過不了 那班人怎麼辦 因為有些人 真的被人 真的被人 好像被騙過 那樣的 喂 有沒有樓啊 有沒有試過被人拘捕 即是那些看樓那些 有一定有 如果你說 你乘的士更麻煩 是啊 一下車馬上衝過來 整班人圍住你 再不是拍門 開車更麻煩 在門口攔住你 我很欣賞 一些地產重源的 主義態度 也有些人 本身會這樣 令到加速了投資的決定 但是 也有些人 是不懂拒絕 上車 但是他們 不是這麼實力 這班人才有問題 是的 所以你說加息 後面影響的事情 相信會比較深遠 在這一步 但是不會這麼快發生的 嗯 聽了白拉人 那麼詳盡的分析 嘻嘻嘻 嘻嘻 哈哈 有什麼人問股票 是啊 暫時都沒有什麼 太好 我們繼續跟進一下 剛才提到樓 現在我們知道 有空置稅的出現 本月 我們今天怎麼趕到樓鼠 是的 繼續跟進一下 沽了一千伙 升了四倍 那麼多 但是 雖然 為了被空置稅 而沽了那麼多 但是承接力 還是很強的 我看到 甚至去到新盤 都沒有看到減價潮 那 對空置稅 白Sir 你有沒有自己的看法 雖然我知道 白Sir 你就是在股票上面 就是有多些的研究 嘻嘻嘻嘻嘻 今天全部都是說樓市的東西 是的 你應該運錯人 你跳出來 我們當作聊天 那樣 對這個空置稅 甚至現在這個樓市交易的情況 會不會有什麼看法呢 自己 嗯 不熟 不過就逼他們 逼他們拿貨出來 好嘻嘻嘻嘻嘻嘻 因為起碼有多的流動性 是的 好 那我們都很快就看完了 這個消息 還有有個最新盤 也有個徵兆的 有個是張文奧的新盤 是 它是第一個 不再有二按安排的盤 哦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 它其實這麼多新盤 一次都推出出來 嗯 它為什麼它都不去做這件事情 即是不做二按安排呢 那究竟是 對自己的盤庫的信心 覺得那些人過了上車 還是還是開始都有 對二按這件事情 有些質疑呢 有些懷疑 是的 所以都 這個都是個訊號 A3883 上網記得 好 我們一起看看 3883 是嗎 是的 好 那就是 中國奧元 現在跌1.7% 現在現步就是 6.8元 好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股票 上網是多少 它問 上網是多少 嗯 6.8元很厲害 我們先看看一年的頭 好 中國奧元 大家一起去做功課 因為這個我都比較少看一些大的股 好 公司資料 物業發展投資 就是 歐元的地址 這間公司很久之前賣過 賺過錢 不過是 已經是很多年前了 嗯 因為那時候我印象中 它是在 奧運概念的時候 是被炒得很厲害 但現在不算真的去到 其實這間公司是很濃烈的 它是在2007年 我記得當時是很瘋狂的 但現在未算是很吸引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受到一些樓市的困擾 因為現在市場會否大跌 這是一個大家擔心的訊號 所以你見到它是跟市場距離上去 但其實它的高位也不定得很久 你見到它是慢慢地下跌 如果你看到的 7元真的怕所掌 但反而我擔心的就是它的力量不夠 所以在我眼中不是最好的選擇 但你要看一看 7元的就不要打算算是很高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因為看到下面的成交 都是在那些蟹貨區 都是在7元左右 好 希望能回答這位觀眾的問題 好 在未有觀眾繼續問問題之前 我們繼續探討一下一些大的新聞 我們見到香港 在一個調查 統計就是7月出口的貨物 升了10% 剛才我們也有提及過這個貿易戰 會不會有一個隱憂 即是它的出口 我們再看看 其實它向美國的出口都是升了10% 會不會在這些數字上 會不會對香港有甚麼影響 有沒有詳細資料 它的10%是甚麼類型的貨物 這10% 是不是鋼鐵 鋼鐵就沒有寫到 因為這個其實香港是一個窗口 就是將一些可能有甚麼問題 通常都會用這個地位去解決 我們見到這個電動機器 這個儀器 用具 這些零件就升了18.4% 有沒有留意到這些是貿易線最嚴重的東西 因為其實那些零件 貿易 這些全部都好像是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晶片 或者高科技類的東西 就是借香港那個 因為香港本身 我們有一個叫香港的關係法 其實在97年之前已經簽訂了 就說在香港 就算在97年的政權移交之後 其實都會說是享有一個獨立地位 跟中國是有分別的 那時候其實這件事 這個合約對中國來說是極之重要的 當年會說是之前是未入世貿的時候 其實每年都會跟美國談一個最衛國的地位 每一年都會有些優惠 例如說你最多可以運藥出去 其實這件事是當年炒優惠 很多人發達的 而去到在2000年當他入世貿易之後 其實我們開始越來越覺得 這件事好像沒那麼重要了 因為原來獨不獨立都沒有分別 我們都找得出去的 但現在去到當特朗普有這個 搞貿易戰之後 開始特別關稅的時候 這個王牌又再出來了 因為我們是獨立於他們的地方 但其實這是政治不正確的 怎樣呢? 怎樣不正確呢? 中國是香港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是自古以來的領土 為何你會有跟不同地方的關係法呢? 是 應該是取消的 因為香港是中國 是的 但不知為何 現在很多官員都說香港是中國 因為政治不正確 經濟局 有很多人都說香港是中國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的 即民族黨說香港是中國 應該取消關係法 我們應該同等地位 但那邊就不斷說香港是中國 這件事都說了 不過算了 然後是223 好我們一開始 會升14元呢? 223 我們看看 安石A50 現在升了0.15% 現在正在報12.9毫 看到一年來 其實這是提指數的 兄弟 一年來都是比較低位 我覺得也是14元 14元可以的 但再上14.5也有些問題 好 因為這個是看大市的 所以這件事都可以看回大市 你看到都回落得很厲害 是啊 是啊 所以就 都 不是太看好的 不是太看好的 因為整個大市 因為這個是反映大市 這個指數 但是我覺得 對大市 我都不是說 去到很樂觀 所以你說14元可以 但是 再上一些都問水了 好 下一個148 好148 就是這個 建韜集團 今天也是在跌這個 哇 都跌得多 跌得厲害 嗯 跌了2.7% 現在就在28.4毫的位置 開始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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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底 哇 這東西不錯 但是 你預算第一個阻力 32元 第二個應該穿不到的阻力 37元 所以 你看到其實 不是真的 會說那個聲幅真的很英俊 是啊 大家要記得 記錄這些 止讚止蝕的位置 是啊 我 我有隻股票 講 我有一隻股票 在道讀會分享過 都很英俊 不過 我喜歡一些 來道讀會的朋友 我都不說 那隻號碼 會 你上網不要太高 因為 你看到 這裡 39元 這個 會有一個阻力區 但我會再保守一點 我會看 37元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所以 不要期望太高 這隻號碼 好 我們繼續回答 有朋友說 恆子 雖然他打了恆子 沒問題 我們一向都是打不同的字 他就說 你覺得是否見到頂 你覺得 有一個 首先 我認得不夠厲害 我看大使 大家都知道 巴蘭對大使 沒有太多意見 我反而引述一個前輩說的 因為 他說得很好 他說 其實現在他已經定義了熊市 好 但是 在熊市的期間 都是會有技術性反彈的 是 今次他上網的 是 會可以再高一點的 再高過上一個高位嗎 不是 他現在28,000多 28,300多 對 其實他可以 去到30,000多 他的期望 其實都 不是差很多 但是 這是一個 之後 就是one way to self 所以 就是 所以 我分享一個 前輩的看法 因為 我看他 對港大鼓 都說得不錯 嗯 介不介意分享 不介意 這個就不介意 另外273 這個朋友就問 公佈了業績之後 股價會不會回家鄉 家鄉在那 10 先 0.183 OK 273 我不如先說這隻股票的歷史 我第一件事 我會看股票的時候 我會看有沒有公股的紀錄 你可以看一看 你試試我們從2002年開始說 嘩 五十合一 一公十 然後 五送一紅股 二送一紅股 二送三紅股 十送一紅股 然後十合一 一公一 然後五合一 二公五 再十合一 再五合一 再一公八 再五合一 嘩 真的說到 沒說到2012年 然後十合一 二公一 一刷五四送一紅股 二送一紅股 一刷十紅股 十送一 然後五公六股 真的有很多這些財技的動作 正正式式這個是財技股 我們看看15年後 當時是大約 一百九十幾 現在是一號幾 好 那 相信聰明的讀者會明白我表達的意思 那你越快走越好 公布業績之後 因為他的概念挺英俊的 可以回來了 他會說是玩人工授人 這個工具挺汁的 我又覺得挺好的 但是你不要當它是一種 會說是一種 真的經營生意的股票去看 你會看回15年後 你自己再做決定 嗯 是的 沒錯 當然你說你那個價格 入的價格是否很差 雖然我們也不知道你那個價格是何時 當然不是說是真的去到很差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有些人是在 看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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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是 如果是在15年前 一百九十幾元入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你覺得也算是低位來的 但是我又覺得 不要跟他拼搏 這些位置 因為我覺得 他實在的藝術成份太高 是的 我叫藝術的 OK 你看到 首先 你試一下如果有小朋友 試一下 會說是 會是 試一下計算數 由2002年 如果拿一億股 經過這麼多年的公公合合 再紅股再公公合合之後 如果不跟公的話 到底剩下多少股 這是一個挺好的數學題 應該小學六年級都還未解決 應該解決 應該解決 是的 但是全部加監承除 這裡 一億股先除50 然後再乘50% 然後再乘150% 然後再乘10% 然後再除10 然後再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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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你覺得你能夠計算數 有信心買的就繼續 很好 是的 我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 已經說了 很白的了 是的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不過我們知道 白Sir也帶了一些新股的消息 對 留了這個 最後很快跟大家說一說 一些新股的消息 最近新股不靚仔 首先我覺得純粹 因為我們要做資料搜集 一直都要有定一些方案 會說市況好 還是市況不好 其實都是要做功課的 因為始終會說市況不好的時候 是為了將來的一些 資料輔助準備 沒有可能會說 哎呦 市況不好 不做功課 沒有可能 反過來 反而是 不如反手賣菇 是的 再不是的 托賣任何東西 怕的 傳媒欠現金 然後拿些錢出來 進修提書 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 會說最積極的事 因為 始終 不可能一輩子都會看別人的資料 總要有方法 會跟別人去看股票 有兩隻我比較高的 第一隻 他的公司就是 找回 8609 8609 就是永續農業 這間公司 會說是 做一些有機農產品 他說在新加坡製造有機雞蛋 他的市場公司也有良性 而是這間公司 我覺得 可以看一看的 然後 就是 有一間新的澳門建築公司 澳邦建築 對 1615 如果一年前 他在這裏 這裏真的是天子嬌子 一年前 對 一年前真的是天子嬌子 但是現在 學股被人打壓 李小嘉還說是無聊的 是的 然後 本來這隻很明顯是學股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怎樣處理好 但是 因為他的市值低 他的預期市值3.12億到4.68億 其實 就可以有防守位 但是當然你說 現在李小嘉搞到一鍋足 學股的市場如何收貨 沒有人知道 還有8月31日 截止 會說 就回學股 或者一些賣學的提供意見 如果你有跟我臉書 的話 都有些 會說 相片給大家 可以一起去研究 抵交 是的 不如叫李小嘉做一些正經的事情吧 那些生物板跌了五成 然後同股不同權 又派99億人民幣 人家Apple才派1.2億美金 是 Apple這麼大的公司才派到這個數 現在這個人 這個雷軍 就可以拿99億的優惠 你可以想想 今年是這樣 可不可以年年去這樣派呢 嗯 那你的盈利去哪裏呢 還有 他那間公司 第一張 上市照顧書第一次就說 我們是一間非營利公司 賺8支不要要 我只賺8支不夠了 傻的嗎 是的 所以呢 會是這些 即是李小嘉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即是他又大雞 大雞不管管小雞 然後呢 人家不讓你嘗試 亂去嘗試 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更實際 是嗎 是 好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雖然還有朋友 就問一些美股的消息 美股真的搞不完 是的 他就問美股什麼位置會偷偷 因為現在美股 美股我覺得呢 應該不會偷偷 應該會超越行指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 美股真的很強勁 因為始終呢 會在美股 我們今次呢 有個網上的分享 就是會說 在美股和中國股 A股 發覺誰是貿易戰的大型家呢 如果這樣看指數 很明顯是美國 一定是 也沒有頂 是的 不斷創新高 是的 我們升又跟不足跌又跟足的時候 其實很快 他應該超越講股了 指數 好 其實他也說日經也強 不過日經不熟 日經真的跟我們 真的 從來的節目都沒有說過 沒有資料 所以我不敢分享些什麼 好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談古論經 好 拜拜